前两天不是有男头普李11岁的妹妹过马路的时候呢 被这个重机骑士撞飞还在踹他引起了公愤啊 那么这个骑士的爸爸带着儿子上门赔罪啊 自己情绪很激动说哎呀自己不会教儿子 那么妹妹的爸爸呢虽然是原谅了对方 但是还是表示告到底啊原谅是一回事 法律是一回事而且网友也还没有放过这位骑士哦 一格一格的透过监视器画面的分隔来算说 这个骑士他自称是这个开60公里 但是呢这个重机的速度当时骑的绝对超过77公里 踹同骑士的父亲眼眶泛红 自责当爸爸的不会教孩子 儿子才会没救人还踹人 相对儿子踹人后很淡定 骑士的父亲情绪很激动 还原当时重机骑士撞上的小妹妹 没有救人还连踹两脚 当地的里长调阅另一只监视器 疑似有另一名骑士下车踹人 虽然监视器不明显无法佐证 但警方仍要追查到底有没有第三只脚 重机到底当时车速有多快呢 看到小妹妹违规过马路怎么会来不及下车呢 有专业的网友针对监视器的画面进行分析 以事发前通过轿车长度来计算 画面左侧底部距离小妹妹约7.95公尺 一路影格是每秒15格分析 从重机出现到发生撞击 耗时18分之5秒 推估车速约77公里 而不是骑士自称的60公里 踹人骑士出面道歉 接下来除了民事赔偿之外 还得面对过失伤害的官司告诉 而回到事发当时 监视器中只看见了其他重机骑士 呆在一旁没有救人 但到底有没有第二名骑士 伸出第三只脚踹人呢 到目前仍无法证实 周杏州大翔南投报道